哈囉!美麗家人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徐光安 很認真寫 你想像中最認真的方法 就是會用最認真的方法寫 不會 會 我會覺得我一天不洗頭 會有點難受 清爽 有沒有認真 會稍微仔細一點 就是可能先 有時候會洗兩遍 然後有時候做造型 它可能你洗完一遍之後 它沒辦法全部洗掉 然後我就會再用柔順的洗髮精再洗另外一遍 那還好耶 我們沒有什麼怪癖 不要說站著洗還是彎著洗 洗完冷水還是溫水 所以你們是有這些怪癖嗎 我還好耶 我還好 但我會 有時候我會反著洗 什麼是反著洗 就是我習慣是 我會架著 架著 然後我就這樣 因為它這樣可能 有時候你不會弄到臉 就是 你就好好仰著洗這樣子 以前是長髮 但現在兩個可能都會 都可以 卸妝也太 卸妝真的不會 吹頭髮會吧 吹頭髮OK啊 一定要不洗一個嗎 可以乾淨一點嗎 沒有啦 我覺得如果真的很累 那我覺得還好啦 可以兩個都不洗 對啊 如果真的很累的話 一天不洗吧 頂多啦 只有第二天我一定要洗 我好像沒有 沒有兩天以上沒洗 沒洗頭的經驗 要用卡絲 不洗到沒有洗 不洗下 不洗 不洗 感谢观看